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 以色列战机和直升机又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进行了空中打击 同时以色列的铁裤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一些向加沙边界以色列一側发射的火箭 以色列国防部表示 以色列军战机的攻击目标是制造火箭以及弹药的设施 以及是军营和培训设施 以色列星期二对加沙空中打击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逼急炮弹 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在2014年50日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